首先来看到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宣布了副手人选之后呢 今天是正式的启动联署 那么一早的确有很多人跑到联署点去想要签名 结果呢 周选会把联署格式稍微改了一下 所以让亲民党本来就印好的第一批30万的联署呢 只好通通作废了 您好 欢迎光临 来 这边请坐 服务人员忙着招呼民众填写联署说 民众掏出身份证 赶着在百万联署起跑的头一天 来力挺老神仗 不过10点钟开跑的联署活动 有人9点就来呛投降 反正就 给你 是觉得执政者做的有待改进吗 当然是有待改进啊 要不然怎么会换人做做看呢 电话响个不停 通通在询问联署问题 送出于投身2012 百万联署全台400个点片地开花 包吹台北市黄山山议员服务处 一个小时就收进120份联署书 被索取空白联署书超过500份 很多朋友啦 叫我代表先来拿 我想还不止20 回来还会 可能拿20份回来的时候还要再加 但就在联署开跑前一天 周水会订定最新联署书格式 新旧两款一笔 在本人同意联署为这个字 联署书最后查核结果四个字 排版上有些微出入 让已经印了旧版30万份的清明党 差点手忙脚乱 这30万份会被造成的时间 我们是建议各联署站先用新的格式 但是如果已经有人使用旧的 这可能中选会旧十字面 它到底有没有不一样 还是我们自己制造了一个格式 这看的很明显吗 全台感应新版联署书 就怕格式问题坏了百万联署的行动 送出一家的吴瑞雄 拼总统大选 不过平均一天要两万二的联署 才能达到百万门槛 专选国家刘晓琪 台北报道